今天天气真的是好冷 而且会越晚越冷 那么接下来气温会怎么样变化呢 我们马上一起吃一下主播允熙 带我们一起来关心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各地的温度 其实从西半部地区 像是台北、新北、新竹、台中 到嘉义、台南 各地的温度都是在11度以下的 温度比较高的 像是在基隆、在高雄还有11度 另外在花莲跟台东 大概是14度左右 主要会造成这样的差异 气象局提到说 因为这个寒流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西半部比较容易 比较早感受到冷的 东半部的降温相较之下 是没有这么明显的 另外一个要跟大家提到的 其实今天大家感受到的 不一定是越晚越冷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画一条线来看 在今天中午的12点以前 确实是一个溜滑梯式的降温 不过在中午12点之后 基本上在台南以北 各地的温度都维持大概在10度左右 像稍早的时候 在8点多的时候 台北是10.4度 嘉义是10.2度 基本上都在10度出头的这样的天气 所以稍早如果大家有去买晚餐 或出外吃饭的话 这外头的天气真的是蛮冷的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更冷呢 气象局说了 确实在午夜之前还有可能再更冷一点 不过明天大家不用太过的担心 明天早上大家上班的时候 其实这个温度感受上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冷了 因为从体感温度来看 主要是今天包括了西半部地区的基隆台北 新竹苗栗台中一路到台南以北 体感温度其实都是在10度以下的 不过明天会稍微的回暖一点点 主意来说像台北体感温度跟今天差不多 不过像新竹还有苗栗感受度上 就会差蛮多的回升了 大概4度左右 另外体感温度回比较多的 像是在台中在台南 其实都已经回到双位数了 另外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接下来这个温度是不是还会这么冷呢 大家都知道说这一波寒流 主要影响我们比较强的时候 大概就是今天到明天的上半天了 不过这个冷 其实在北部跟宜兰 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气变化 主要在北部跟宜兰是比较圆滑的 代表日夜温差是比较小一点的 关键的时间是在周四跟周五了 主要周四还有一波东北风南下 所以北部跟宜兰的温度相较之下 还是比较低的 不过在中南部还有在东部地区 其实回温就蛮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起伏就是比较大的 而礼拜五之后 基本上各地的天气会慢慢的回复 比较稳定的状况 讲完了温度要再来看雨了 其实今天主要降雨的地区 基本上全台都是有雨的天气 累计雨量比较多的 像是在宜兰的南澳 台北晴天岗 其实累计雨量都是破百毫米的 包括了在台中离山 前三名其实都是有达到大雨的等级 而接下来的雨会怎么下 主要从定量降水图来看 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的这一章 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降雨雨区的范围还蛮大的 包括了屏东也都是有雨的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今天一整天 包括了在八点以前 南台湾的雨是比较少的 其实上级说了 主要还是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 它的波动大概纬度 就是在高雄屏东这一带的地方 所以高雄屏东的雨 食有食物也是累计雨量 相对比较少的地方 最后再来提醒大家 其实这个冷 我们预计会冷到周四 特别是北台湾的民众 是比较有感的 而降雨呢 其实周五之后会慢慢的趋缓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这个周末会是个好天气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